音業達旗下英文達金船裁員 百位員工難過年 太陽能產業深陷寒冬 音業達集團旗下的太陽能電池廠 英文達金船農曆年前裁員上百人 英文達離職員工向蘋果爆料 公司違反勞基法解雇員工 並由律師出面 讓員工與公司終止勞動契約 放棄簽署條結書 英文達強調 公司並非資遣員工 而是這些員工要跟公司終止勞動關係 總計125名員工 已經有114位員工達成協議 少數爭議的有11人協商破局 將進入司法程序 離職員工投訴說 在公司的資歷5年多 去年10月公司提出優退方案 但只限定年資3年以下的員工申請 卻讓資深員工沒有績效獎金 技術獎金可領 原本公司承諾的薪資內容 竟然只剩下本薪 等於是資深員工和新進員工 領同樣的薪水 年關將盡 清賀一堪 英文達則強調 都是在員工自由意願 還有充分溝通的前提下進行 拿到資遣協議書的員工表示工作 如果績效不佳 如果不願意資遣 就需要接受輔導 陣縫景氣寒冬 太陽能場的人力調整 備受外界檢視